年節將至警方的工作 除了從20號開始的春節安全作業之外 金山警分局在上週六25號 於金山區慈戶宮的前方 舉辦春安輝豪迎新村的活動 不僅是找來了書法老師為民眾寫春聯 更特別邀請到了曾經拍攝過電影 《好小子》系列的藝人 嚴正國道場 親自寫出春聯來送給大家 而為了因應即將到來的馬年 警分局還邀請到了寄警大隊 出動了兩匹馬 還有兩部大型重機 讓民眾室正向拍照 很好玩 就是感覺很新鮮這樣 第一次騎 什麼 第一次騎 對啊 也沒有真的騎 就在上面感覺很好 而且坐墊什麼的也都很舒服 就不像一般摩托車這樣 騎在上面感覺 今天辦的活動你覺得好不好玩 很好玩 很熱鬧 然後又是就是說都很新騎 以前都沒有做過這樣 好玩 很刺激 因為平常不會去騎這個車子 也不會接觸到 那今天警察他們辦寫春聯的活動 覺得怎麼樣 很好 很棒 大家享受到新年的氣息 演員顏正國在多年前誣入歧途 在監獄裡服刑時 受到獄中書法老師的宣討 因此習得一首好字 而在上週六的宣導活動中 免費寫春聯贈送給民眾 並且和現場的青年朋友 分享自己重生的心路歷程 嚴正國說很開心能夠來到金山 貢獻自己的一份心力 也感受到在地民眾的熱情 能夠來到金山這裡 跟這些鄉親做互動 那當然春聯輝豪 我覺得從沒想過說 能夠來到這麼偏遠 然後人情那麼樂弱的地方 也在推廣 就是非常開心 那恭祝各位新年快樂 透過我們這次的活動 來宣導育航患罪 以及交通安全 那希望春安期間 我們的民眾能夠很平安 很快樂 那我想這次我們也情務上 也加強來要加強情務 讓我們的民眾能夠安度這個春節 警分局表示 這一次的春安輝豪迎新春 預防犯罪的宣導活動 除了早來藝人嚴正國道場 本局長葉爾燕 更親自帶領藝警 民房 藝交 還有志工等民間團體 在金山老街的活動會場 向參與活動的民眾 以及店家拜個早年 場面是十分的熱鬧 記者許段譯 金山採訪報導